在佛教修灌 灌就是你思维修 都叫灌 你向里头灌 别向外头灌 别看人家的毛病 睁开眼看 哎呀这个人造业 那人吃鱼了 哎呀下地狱 你要还命在 你可就麻烦了 因为说到这个问题 我有在家的道友 特别我们女道友 她在一归一三宝 一信佛受了五戒 她家里不买荤的了 也不买肉了 不买鱼 到她家宰舍更不疼了 家里就起了革命了 你信佛 吃了五戒 那孩子们 或者你先生们 你上一辈的老人们 人家没守戒啊 人家没修佛啊 人家要吃肉啊 那你就不给做了 我劝 我的道路也是 对我女道友 信佛之后 你平常怎么做 还怎么做 你不要 把人家 也可以种善根 你把人善根 断了 他一定放佛呀 家庭过得好好的 一天 妈妈呀 做菜做肉 都有肉吃 这一来 一信佛好了 把我生活都给断了 他不但不信 他要半会 那就是你的过错了 不是他的过错 你给他慢慢讲 同时的 对于在我们华人啊 一信佛了 这是最大的障碍 什么呢 不吃肉了 不吃荤了 这个问题呀 其实是 你就吃肉 问题也不大 因为佛在世的时候 佛没有吃 不吃肉的 佛根本叫我们 会不见不闻 不为我 说那个慢肉的 杀的杀生的 他不是为你杀的呀 他是做贸易的呀 做生意的呀 你就买他的肉 你没看见他杀生 也没听见杀生 也没闻 也没听到他杀生的 那个声音教授 他也不是为你在杀的呀 哪个徒 哪个杀猪 不怎样为你去买肉 才跟你杀的呀 不是为你的呀 他普遍的呀 佛说就叫五净肉 不见不闻 不为我 你就可以买回来 跟你讲 你自己可以不吃的了 不能这样 这是说我们 我可以讲这个欲提斯啊 我讲执着和不执着的意思 不要太执着了 修行 吃婚吃树 关系没 不多大 修行的问题还多了 吃树吃婚 那是生活问题 问题不大 不过 为什么要吃树 因为吃树少得烦恼 众生的幼 跟那大米白面 跟那粮食不一样的了 杀猪也好 杀羊也好 一个恐怖 一个嗔恨 你杀他 他不嗔恨吗 你看他不说话 他心里头照样有颗心 不论大小动物 你要伤害他 他都要逃 要逃 要躲避 你把他歹都杀害了 他非要报复不可 你杀他 他要杀你 跟我们吃树 减少嗔恨 减少冤家 印度那时候 佛在时候 并没有吃树 西藏喇嘛不吃树 印度的 缅甸的 泰国的 日本的 所有出家人都不吃树 但是 佛给一个规定的 五净肉 吃肉呢 你到市场买 那叫五净肉 不见 不闻 不喂我 那个卖肉的 他不是为我才杀生的 他是普通的 慢的 这个肉呢 你不犯杀戒的 杀戒是自己亲手杀戒 那犯杀戒的 有些人把吃肉 比如说 只要我们的汉人 吃树 西藏的佛教徒不吃树 缅甸的佛教徒也不吃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汉人学的是大乘教义 一开始学大乘 讲慈悲啊 所以慈悲的菩萨 你还去吃众生肉 你慈悲什么呢 慈悲 第一个表现 不吃众生肉 慈悲 不伤害众生 这是吃树的问题 信仰 信佛的信仰 大家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信佛 都是信 没到位啊 这话如何讲呢 在华安经说我们信心 真正信佛了 到了不变的时候 到了信心不动摇的时候 觉知前念起呢 至今后念不起 达到目的了 当一个念头不对 马上止住了 这叫止气前念起呢 止气后念不起 如果没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信心还没到位 不过你前年做不对 第二年还跟着做下去 那就相讯 能够达到这个信位了之后 在这个信位出现的增长 能够进入出住了 这才不动了 不随三徒六业所钻 三徒六道啊 钻不动你了 住了 住在佛家 这叫住啊 住在三宝家 所以在我们学教理的人呢 跟学禅宗不一样 我们这一切都有标准的呀 你信佛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能知道 不动摇 不变 你做什么灾难 你信心不动摇 你能相信佛菩萨 一定加护你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 信佛 是心要心 没入位 等我们信心入位了 不退了 不退了 你入位了 进入出住的菩萨 他能四现成佛 出住的菩萨 就能四现成佛 这是原教啊 我讲的是一个环境的意思 跟大家讲了 是 我请作为道友们 一定把信心具足 不要一动作生活当中 受点苦难 怪了 三宝妹加持我呀 还要我说 我信佛好多好多年了 我经常问 遇到啊 跟我抱怨啊 问我 老板说 你住监狱 抱怨不问 我抱怨谁呀 抱怨佛菩萨 我说你自己作业 你自己受报 跟菩萨有什么相干呢 他说菩萨不加持啊 我说菩萨能加持一个 犯罪的人吗 菩萨能加持一个 有错误的人吗 菩萨能加持一个 不信任三宝的人吗 我说信任三宝的人 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困难 只敢叫自己 做的不够 信心不足 那么希望我们作为道友 大家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念佛 消灾 求佛加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